在西蒙最大政党公正党陷入纷争之际 首相敦马迪的支持率节节上升 莫迪卡民调中心的一项调查就显示 在今年3月 敦马的民望是一度跌到了46% 但是6月份则是回弹到了62% 另外有越来越多的选民认为国家朝向正确方向发展 民众对西蒙的满意度提高了6个百分点 莫迪卡民调中心每月调查显示 马哈迪第二次任向后的支持率 从去年5月的83%跌至今年3月的46% 然而西蒙最大政党公正党目前陷入内斗之际 马哈迪的支持率却在过去两个月 从低谷反弹呈上升趋势 首相在5月的支持率为55% 6月则再提升7%至62% 无路组合调查并没有公布马哈迪在4月的支持率 莫迪卡民调中心说 马哈迪的支持率在3月份后回弹 是因为与柔佛苏丹公开交锋 以及坦诚西蒙的不足 据悉 乌亿和华裔选民的满意度回升 是马哈迪的支持率上扬的主因 另外调查也显示 越来越多选民认同我国正朝着正确的发展方向前进 人民对于希望联盟的满意度 在5月和6月维持在40% 比3月提高了6% 它并没有显示西蒙在1月至4月的满意度 但是对比西蒙在509选举后获得75%的满意度 新政府在过去一年的支持率明显出现下滑的情况 截至6月 马来选民对于西蒙的满意度仅有32% 华裔选民和印裔选民的满意度 则分别为51%及59% NTV7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